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炳宇 今天是3月20日2007年 今天我想將大部份上 和聯邦的財政預算案 所有今天的財政評論 就是完全用來講聯邦的財政預算案 首先講講時事評論 第一件事是上星期布什總統訪問南美洲 這次是他上任第一次訪問南美洲 其實南美洲在他做了總統六年以後 轉變得很重要 因為到70年到80年代 南美洲的經濟開始不太好 到90年初幾次有政府 差不多要去國際IMF借錢 才可以到國際難關 即是巴西 即是幾個大國家 巴西、阿京、根廷、委內瑞拉 全部都有問題 但是IMF借錢給國家 對於它的條件是非常苛刻的 有些國家又要平衡它的財政 又要將所有的社交服務 都要減少得很厲害 而且又要有很多財政的情況 令到80年末 所有南美洲大部分國家的經濟非常之差 人運生非常之差 有幾個大國家 好像巴西、阿根廷 開始說我們不還給IMF 完全不聽IMF說 他又不還給IMF 他說我的經濟不可以做 之後就開始經濟轉變好 他說他們用他們的政策 不要再聽IMF說 之後好像巴西 現在的經濟非常之差 巴西的選舉 大部分在南美洲國家 都選到一些社會主義的領袖 尤其是委內瑞拉的Chavez 完全針對美國的政策 尤其是在伊拉克 尤其是美國打伊拉克之後 南美洲很多國家的人都反對 以及政府都反對美國去打伊拉克 所以南美洲對於美國的關係不太好 所以這次布什總統第一次訪問南美洲 他希望對於南美洲和美國的關係拉好 但是他這次去只是訪問六個國家 六個國家 其中最大的就是巴西 其他好像伊拉雞和Columbia Columbia一直都是最 在南美洲中南美洲 是最受美國 因為它的drug policy 當時美國給了很多錢 Columbia去打擊那些販毒的trade 所以唯一就是Columbia 比較上對美國的關係好一點 靠美國好一點 其他國家 例如巴西、阿根廷 那些完全跟美國 雖然美國經常都說 他跟中華美洲 就會有free trade 就是自由貿易 但是所有的trade 他講好 他都未覺得得到國會通過 所以就很多東西 基本上 美國和南美洲的關係 尤其是貿易方面 這次布什想去拉攏 我想是非常不成功的 因為去到每一道國家 很多人都會遊行示威 雖然被很多軍隊被監護著 但是很多人遊行示威 反對布什的訪問 這次布什的口氣 好像說美國我幫你很多 其實真正來說 美國對於南美洲現在的影響力 是非常小的 尤其是委內瑞拉的總理 總統 Travis 跟美國布殊 他講得美國布殊很差 他跟古巴的總統 非常之好 他和他買便宜給中南美洲國家 因為委內瑞拉是很大的出油產國 他就賣便宜給中南美洲 來拉攏中南美洲 現在他們的趨向 就是想南美洲自己做一個大的自由貿易區 所以差不多跟美國的關係 差不多跟美國的關係 這十年內 第一次南美洲 差不多想離開美國的影響範圍 因為自從美國 美國在總統 那時候 決定過 那時候 他就宣言 就說 南美洲 中美洲 是美國的影響範圍 但現在 開始 中南美洲 就開始 脫離美國的影響範圍 我想 要第二個總統 或者很久 十幾年 美國才可以 再希望 香港 就會從南美洲 就決定 拉回南美洲 去美國的影響範圍 第二個 我就說說 中國 第十七屆 人民大代 這次 真正來說 我想 第一次 就是年輕的一代 中國年輕的一代 就是 中國的政治 這次人民大代 你看到他著重點 就是哪裏 就是年輕的一代 還有 他最重要 他現在說 就是犯貪污 因為 他自從 告了幾個 上海市長 和其他人 在上海 和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的高官之後 他就知道 中國的貪污 尤其是高官的貪污 價格很重要 所以他就著重了貪污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法律 法律 就是他承認私有財產 這件事 就是在共產黨 第一次承認私有財產 就是說 那些人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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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屋 為什麼呢 其實 這幾年 很多偏遠的地方 很多地方的幹部 是充公了農民的地 賣給結束商來建屋 所以 就經過很多次變亂 所以 現在他唯一 因為中國開始 有很多中產階級 那他就要 對於中產階級的樣貌 要承認他私有財產 就是說那些人的私有財產 是政府 直接承認 即他不僅人 就是政府的財產 因為財產 都是 這個是 對於中國開放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步驟 還有 傳言 他可以說 不是共產黨 可以做 Cabinet Minister 就是說 可以 就是說 對於共產黨的 完全一黨的開始 雖然他所謂其他黨 都是 跟他們有很大關係 但真正來說 開放了 Cabinet Minister 比不是共產黨的人 做 就是一個很大的讓步 可以證明 就是中國 開始 就慢慢放寬 他的政治的 就是 他那個共產黨的 就是 完全控制了 國家的政治 第三樣東西 我就說 是 關於加拿大方面 就是 加拿大那個 新的六黨的領袖 Elizabeth May 他上個禮拜 就說了 說 決定 向 Central Nova 就是 在Nova Scotia 省的一個 Central Nova 去競選 這個Central Nova 的選區 現在是 普手黨 Peter McKay 就是外交部長 Peter McKay 的選區 他都承認這個 是非常之 很難去選 但是 他呢 因為他呢 他就想回到 Atlantic province 即是 他在那裏出生 即是 他不是在那裏出生 但是 在那裏 做過 第一次在加拿大做政治 其實他是美國人 來的 他上來加拿大 之後呢 第一次在加拿大政治 就是在Nova Scotia 所以他回到Nova Scotia 其他呢 他又不想跟 自由黨 爭 所以呢 他就去跟 Peter McKay 這個Riding 即是 競選 所以呢 這個是很 很微妙的一個關係 爲什麽呢 我相信 雖然 自由黨 和綠黨 兩個都說 我們沒有默契 但我相信 其中 暗中有默契 我相信 很多的自由黨 的人呢 就會幫 Elizabeth May 在那個選區 那裏 爲什麽呢 在這個選區 上次六黨 是得到 少於兩個百分點的票數 而已 但是呢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PWK贏 第二個 就是新民主黨 第三個 才是自由黨 所以自由黨 在那個選區 是沒有什麽實力的 但是呢 他肯定有一個好的組織 還有很多人幫他 希望呢 他希望呢 我相信自由黨 希望呢 就用這個綠黨 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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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高位 來打低這個 保守黨的 Peter McKay 好了 我們就講講這個 剛剛出的 財政預算案 就是 聯邦的財政預算案 這次呢 就是 在加拿大歷史內 第一次 一個保守黨的政府 是出的 財政預算案 它那個 expense 是更大 加拿大歷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 財政預算案 它呢 就是 減稅 有些少 減稅 但是呢 又 給了很多錢 它在哈伯總理 上 幾個禮拜內 講的關於環保 那些錢 全部都等下去了 但是 有一件事 就是 就是 它這個 就是希望 人人都有 一杯 最大的 其實呢 財政預算案 最大的支出 就是 所謂 就是 Federal 和Provincial 的 Imbalance 的 Imbalance 但是呢 其實最大受惠 就是 灰白黑散 它這次呢 就是哈伯總統 我想 John Sarray 就是有個 少許默契 就說 希望呢 John Sarray 在省選 因為 Federal 省選 下個星期一 就是省選 所以他希望 John Sarray 可以贏到 所以 很大筆錢 成 十幾億 是給 Federal 省 他當然 有給其他省 但是 最大的部分 就是給Federal 省 但是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這一次呢 很多省呢 除了 安大陸上呢 都一半 幾開心下 就是不是很差 但是呢 很多其他省呢 都不是很開心 第一點 他呢 雖然說 那個 所謂 Equalization Payment 雖然說 那些 Non-reliable 就是 resource 是不加在內 但是呢 因為 以前呢 就是 自由黨 就算 保守黨 和 和 納州 和 Saskatchewan 和 Newfoundland 所 決定的呢 就是說呢 沒有CAP 但是他這次的 那個 就是 那個 財政預算案 就說有CAP 什麼叫CAP呢 就是說呢 如果他在這些 資源呢 的收入呢 去到一個 相當程度之下 政府 即是聯邦政府 就開始 拿回那些 錢去聯邦政府 因為呢 他 就是這樣 有CAP 那時候呢 就是講 因為譬如 好像 紐芬蘭省 如果石油的資源 一直越高的時候 可能拉到他上去 高過其他 所謂 沒什麼錢的三分以上 那 如果他CAP 在一個相當的 之後呢 聯邦政府 就拿快一些 所以 紐芬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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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很開心 就算 BC省 BC省呢 也都說 不是很公平 因為呢 BC省又有這個資源 但是呢 另外呢 他就說 你給福北省這麼多錢 即是來講呢 我BC省呢 就是 蝕底了 除了我想 Aberta 因為Aberta 多錢 多到 花都花不去 所以他就沒什麼出聲 但是其他省份 除了我想 安省 安省都算做 比較上 不開心 但是其他省份 大部分都不是很開心 唯一呢 就是福北省 所以為什麼呢 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 實通過的 因為為什麼呢 福人黨 他就說 因為呢 你給那麼多錢 我們呢 會 支持這個 財政預算案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因為福人黨 加上保守黨 的票數呢 可以等它去Pass 但是呢 自由黨說明不支持 西文治黨都說不支持 就是說呢 雖然呢 這次呢 就沒有大選 但是呢 我想呢 這個福人黨 會找另外一個機會呢 就是 會使到 這個大選 因為 這個 就是 財政預算案 你說 自由黨又不支持 NDP又不支持 只要它找到一個 issue 呢 福人黨都要支持它們的時候 這樣呢 我想呢 這個保守黨的 就是 我 我仍然相信呢 是 今年春天 或者暑假 暑天之前 就會大選 我想最重要呢 就是看一下 那個 所謂 Cleaner Act 就是說清新空氣法例 因為 現在的清新空氣法例呢 就是 在那個 committee 就是在那些會 那裡 但是呢 因為自由黨 灰殺 灰人黨 和新民主黨呢 可以把那個 Act 改到呢 如果呢 它把那個 Act 改到呢 保守黨不能支持的時候呢 回到那個議會那裡呢 如果保守黨不贊成那個 Act 三個反對黨贊成那個 Act 那可能呢 就會有大選 另外 這個財政預算案呢 其實呢 很多的 真正的保守的 保守 就是conservative 是非常之反對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很多的 就是 譬如那個 所謂 納粹人聯盟啊 其他的人 他說呢 就算在自由黨之下呢 聯邦政府都沒有花這麼多錢的 現在呢 在一個保守黨的政府那裡 可以花這麼多錢的 就是 就是 完全呢 跟他保守黨的 小政府 的 idea 完全是斷折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對於我不知道 就是 保守黨可不可以用這個 就是財政預算案來 在下節裡 就發揮他的狀態 當然呢 譬如這個財病元朗 他說是一個family的元朗 就是說 就是給這些人 最重要的是 如果一些人有小孩子讀書的呢 就算是最好處的一個部分 其他呢 我想那些商界呢 就認為呢 是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減稅 另外呢 就是很多人認為他曾經 就是 就是保守黨說過呢 就是那個capital gain 就是說希望capital gain 就不用抽這麼多稅 但是 這個財政預算案呢 完全沒有提到 capital gain的tax的問題 很多人都認為 應該減過capital gain的tax 因為呢 因為呢 這次 他這個 就是 聯邦政府呢 是 錢多到呢 是很不要的 就是多多 多過他 就是上一次已經說多了 但是他幾個月之前 現在還多了幾十億的 那個收入 但是他這麼多錢 小了出去呢 我想呢 不會令到很多人開心的 好了 那我的財政預算案呢 就說到這裡為止了 就說到這裡的話 那就把我的財政預算 一次啦 要搭卸過去 把它搭卸以下 為止了 如果便的財政進行 就來吧 我了解 他純益 他純益 我想呢 我了解 不知人的避免 不知人的避免